《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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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分享的题目是 《原生家庭》 中国的古书《礼记》里面记载了一段话 大义是 好野炼工匠的孩子会做皮衣 好志工木匠的孩子会做本机 意思就是说 父母的举动会影响儿女的作为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成语 克少基求的出处 一个人成长的环境 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 会影响他一辈子 以下我讲六种 父母对儿女的错误态度 会带给孩子们一生的厄运 我们要注意 第一完美主义性 就是对孩子的要求很高 达不到就受责备受惩罚 成长在这一种家庭中的孩子 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很高 他们的性格会偏向焦虑或者是畏惧 第二 过度逆爱心 没有原则的宠孩子 总是按照他们的意识去行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 会像一个巨大的婴儿 目中无人 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不懂得感恩 第三是重重保护心 就是事事都由家长包办了 孩子几乎没有机会学面对困难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 依赖心态强 独立性差 对自己缺乏信心 没有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种 是严厉管教性 就是对孩子有很多的要求 一错就设责备 家里面缺乏那种温馨的感觉 孩子没有办法真实的表达自己 表面上孩子是很乖的 但是一旦没有监督 就难以自我的控制 甚至长大以后 会反叛父母的 第五种 就是过于忙碌性 父母总是在忙工作 只顾着赚钱 家中请保姆照顾 或者孩子交给老一辈来带了 结果怎么样 孩子缺乏那种高品质的爱 和父母会有隔阂 成年以后 就很容易在感情上出问题 第六种 是真闹平凡行 就是夫妻时常吵架 或者诉诸于暴力 在这种情况中 长大的孩子容易走极端 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就暴怒 难以信任别人 总是为了小事情计较 自寻烦恼 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例证 都属于这六类 像以撒与利百家 他们各偏袒一个 就属于这种真闹平凡行 约阿师对积淀的辩解 就是一种重重保护行 以利对他两个儿子 就是过度的溺爱行 扫罗对约拿丹 就是严厉管教行 约伯应当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其他还有很多的父亲 好像大卫 都是属于忙碌系 我们要时常接受 圣灵的提醒 检讨自己改正过来 因为我们自己组成的家庭 就是儿女的原生家庭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